新庸富國公園每天都有大小朋友 來到這個地方休息運動 不過美中不足的就是這個小問題 造成大家很困擾 都在講我這裡在運動 我不是說我的經驗是說 公園應跟有公園 不像永遠都沒有工作的東西 既然我來這裡運動 這裡沒有便宿也不方便 跟住家找便宿也不找來 大家亂不放 篩留亂不放 也不好 衛生環境也不好 對 希望這裡可以放人正如富國公園的便宿 在公園裡面可以看到 大多數都是長者的身影之外 也會看到阿公帶著孫子 一起到這裡開心玩耍 不過萬一內集 卻找不到公廁可以使用 確實很不便民 針對這項小建設 里長說明原因 因為很多民眾反應 一些老人家到公園那邊 沒有地方去上廁所 甚至有的就那個牆腳 那個樹下就 隨便那個小便 造成一些民眾 很大的困擾 那個浴衛也非常的濃 經過爭取說要設立一個公廁 但是公廁 樹工所的回應 是要用那個流動廁所 這個我覺得不妥 因為你要解決 就要一次的把它解決完成 里長表示雖然區工所以設置流動性的公廁為主 但是也要考量鄰近社區住戶們的新生 因為流動公廁比較容易產生惡臭問題 是必影響居住生活品質 因此里長提議最好新界小型公廁 將這項不變的問題一次徹底解決 記者黃宥賢信中報導 到 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